也就是說今天 假如我今天這邊有一個資料 這個其實就是 DADDYS有點像資料庫裡面有一個資料表 裡面有五個欄位 這五個欄位分別是編號、姓名、總銷量、名次跟業務水準 一般的話會以那個編號當成KEY KEY的話就是唯一的 UNIKE 不會重複的 比如像你的身份字號 那我希望怎麼樣 假如我輸入一個編號 它自動幫我帶出其他的資料 當然 將來最好是可以把 這個是查詢介面 可以把它剪下來 放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就是 那邊查 馬上可以把資料帶過來 這跟資料庫一樣 這裡的話 你可以用幾個方法 用Lookup或Vlookup 或甚至是用什麼 Index加那個什麼 另外一個叫Match 也可以 只是說 Index加Match 相對的當然更複雜了 為什麼 因為它還要兩三個 這個函數才能完成 那Lookup跟Vlookup 大概一個函數就可以完成 但你一般你會選 當然選比較簡單的嘛 OK 那 比如說以這個翻例來看 這裡的話 上面最好做下拉式 一下拉 所有編號 自動幫你帶過來 對不對 選了之後就可以 帶出它其他的資料 那怎麼帶 我們先來看一下 姓名的地方 插入一個什麼 這個地方有個叫 檢視與參照 我們先用力用那個 Lookup 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 Match OK 還有其他的 反正看相關的都可以 確定之後的話 然後直接按第一個參數就可以 按確定 它是 第一個是 LookupValue 你要查什麼 查它的編號 Lookup的對應到那個範圍 LookupVector 就是這個範圍 給它 那你result 就是你要對照的 它是相對關係 找到005之後的旁邊 哪一個範圍 你再選一下 它就會自動把005旁邊這個人 的名字 帶過來 按確定 好有沒有 就帶出這個人的名字 然後呢 那這個把它複製公式好了 因為底下的話 其實都一樣 差別是在哪裡呢 後面這個 把B 改成C 把 B 改成D 這邊打勾 把這個 改成 這邊的 把B 改成 E OK 它是相對位置嘛 找到之後 OK的 那最後乾脆全部怎樣 全部把它製裝好了 看起來比較 比較清楚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你希望說 找其他人可不可以 004 Enter 有沒有 張宏才就幫你查出來了 以此類推 但是你會發現 有一個缺點 最好是這邊乾脆一個下拉清單就好了 OK 第一個 怎麼做下拉清單 另外的話 他如果查什麼 002 009 會不會有東西呢 理論上是沒有東西啦 不過呢 Look Up 他找不到會怎樣 找最近的那個 應該會把 008 帶出來 好 第一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等一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下拉清單 那下拉清單 大 他 我 谢谢大家